可能是我拍攝用詞最長的一支視頻了 剛才的時候英語也很差 我不知道趁怎麼說 特地去查了一下 酒精飲料的話 你一定要帶ID 就是你的身份證件 這是一個很小的站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閘門的 我就直接就從那個門就出去了 如果你有逃票被抓到的話 是要被罰錢的 罰的錢要比你的車票貴很多 一般像每個加油站 它都會有自己的一個優惠卡 然後就是隨便進去就可以辦 對 看病不能直接去醫院 你生病也挑好日子 最好不要週末生病 你好 大家好 我是皮特 歡迎回到窩的頻道 因為每個國家的文化和生活習慣都不同 那很多時候我們一到國外 有很多跟國內的生活習慣 以及風俗 或者是文化方面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們今天就接著上一集的內容 接著講我來到新西蘭之後 才知道的這一些事情 那接下來還有以下的內容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接著往下看吧 那上一集的最後一個畫面 我們就是在這個廁所隔間裡面拍完了那一條 就是說我到了新西蘭之後才知道 在新西蘭出門是不用自己帶衛生紙的 那我們這一集的第一個地方 還是在商長林 那就請大家跟著我走吧 離開這個莫之前 我來到了這個莫裡的超市 大家看到這邊有一些水果 什麼這些散裝的東西 這是我以前在國內的話 看到那種散裝的東西 你就會想說找一個東西撐完 然後貼上它多重然後多少錢 你去收音台結帳嘛 它這邊也是會有一個秤的 讓你來秤一下就是它的東西有多重 那你具體要付錢 它還是會到收音台的時候 再去給你撐 然後以收音台那邊撐的重量為主 只是它這個秤讓你有一個數 它有多少 那我剛來的時候 那我就會就問人家說 穿重的地方在哪裡 剛來的時候英語還很差 我不知道秤怎麼說 特地去查了一下 秤是scale 就很搞笑 其實這樣比較方便 你不然排隊去撐什麼就很麻煩 然後新西蘭很多超市是有酒櫃 你可以在這裡買酒 你看我現在就是到了酒櫃 新西蘭的葡萄酒很多都很好 因為它的那些產地什麼 有很多陽光啊什麼就會比較好 可是就是像這些酒的話 其實在中國超市有酒賣的話 也不奇怪 可是在新西蘭你要買酒精飲料的話 你一定要帶ID 就是你的身份證件 不然的話你到前來 它是不會賣給你的 並且就是你有幾個人去 你每個人都要帶上ID 餵前年人是不可以買酒 好了那我只是進來超市 給你們看一下這些東西 我真的沒有什麼東西要買 然後我現在應該就要坐火車 去到我剛剛坐過那條車 來City的那個地方 那我們等一下 那下了火車再見 A few moments later 好現在已經從火車上面下來了 然後我現在在一個叫做Botwin Avenue的站 這是一個很小的站 就是我來新西蘭之後才知道 像這種小的火車站 它是沒有進出閘的 就是它會在進出口的地方 給你放一個tag的地方 因為新西蘭公交車上下車都要掃一下卡 我以前在國內的話 就是公交車基本上上車少一次卡 然後就可以了 就是不管坐多久就都統一架 可是新西蘭不太一樣 因為它根據距離的不一樣 它的價錢也不一樣 所以你不管是坐火車還是坐公交車 你上下車都要掃 那像這種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閘門的 我就直接就從那個門就出去了 所以就全靠大家自覺去刷卡進出 當然也會有人逃票啦 但是我覺得絕大多數人 還是會就是正常的去逼那個卡 然後記錄自己的上下車 但是你不要想著逃票 因為其實如果你逃票的話 像火車上隨時會有人來查你的公交卡 什麼時候刷過 然後如果你有逃票被抓到的話 是要被罰錢的 罰的錢要比你的車票貴很多 然後你也不要忘記 就上車刷了下車不刷 因為我剛來的時候就會犯這種事情 因為在中國就習慣了 只是上車刷一下公交卡 那如果你上車刷了下車沒刷 它會按照你坐最遠的距離 去扣你的這個公交錢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上下火車和公交車 以及有的朋友可能要坐渡輪 都要記得上下都要刷卡 我已經從火車站走回我的車上 好久沒有走那麼多路了 有點累 我現在就是準備開車回家 但是回家之前 我還要再去兩個地方把這支影片拍完 然後第一個我們要去的地方是加油站 其實我的車油還夠 但是就是也可以加的 就少加一點 去看看新西蘭的加油站 會讓我有什麼來了這裡才知道的 關於加油的事情 那我們等下加油站再見吧 我先開車了 下一個來了新西蘭才知道 就是新西蘭的加油都是自助加油 就是你看到那個大姐妹 她是自己拿了那個把手自己去加油的 一般她都會在上面寫 就是你要先去櫃台交完錢 然後你再加 但是我們也可以就揮手示意一下 我收音處的地方的人 然後就跟他們說我先加加滿了 然後我再去付錢 我是加91號 我就把它掛在這邊 然後等下加滿之後我去付錢就可以了 後面有沒有一個 這是6cent off 一般上每個加油站 它都會有自己的一個優惠卡 然後就是隨便進去就可以辦 或者你下載手機APP也行 然後每次加油一升就可以撿6cent 現在不是什麼大錢 可是就是大家知道我一貫的原則 就是能省則省嘛 所以就是你們可以去辦一下這個卡 然後來省一點這個加油的錢 因為我用了那個東西 所以我省了一塊四毛三 50多塊錢 然後最後付了49塊多 看得不是很清楚嗎 看得到嗎 就是一個診所 而這一般就是一個家庭醫生在的地方 然後我是來新西蘭之後 知道他看病的方式 這跟我們平時在國內也不太一樣 我們平時在國內的話 看病一般就是直接去醫院掛號碼 你要看什麼 然後你就掛什麼科 可是在新西蘭呢 一般就是你要先去看家庭醫生 你不能直接去醫院 對看病不能直接去醫院 你要先去這個社區的那種診所 找到你的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就是一個全科醫生 他什麼都看 然後他覺得他看不了了 他會幫你轉到專科去看 還有一種情況 你可以直接去大醫院 就是說你真的是就是很緊急的 你去掛急診 但是一般急診的話 你要等很久很久 然後看病要記得預約 如果你不預約的話 就可能你去那家庭醫生那裡 沒有預約的話 一個可能有的家庭醫生 他不會讓你看 就是讓你預約 其他就是讓你去等 就是很多時候 你可能要等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就反正要等很久了 就是一定要記得預約 去看家庭醫生 很多家庭醫生 其實就是只有週一到週五的 週末他也不開門 所以看病 你生病也挑好日子 最好不要週末生病 就很搞笑 這也是我來了新西蘭之後才知道的 一個看病的流程 好終於到家了 我現在好渴 我要喝點水 沒錯 我下一個要說的 這是自來水 這是新西蘭的自來水 是可以直接喝的 就不用擔心他的水會不乾淨 或者有細菌什麼的 就反正就是可以直接喝很方便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超市有賣那麼貴的礦泉水 明明自來水就可以直接喝 最後一節要說的事情 就是來新西蘭之後發現 其實發郵件 才是一件最靠譜的事情 因為以前在中國 我們就習慣有事情打電話 比如說找一些什麼通訊公司 或者寬帶什麼的 我們都習慣打電話 但在新西蘭這邊 這些事情都是習慣於用發郵件去找他們 因為很多時候你打電話 真的要好久 他們才會接 你還不如去發個郵件 等他們去回你 然後很多事情 包括也是像跟學校聯繫 就是包括跟移民局聯繫 這些都是通過郵件來完成的 所以電子郵件在新西蘭 原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這樣也是比較正確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你電話打完了 萬一之後出現什麼問題 產生了什麼事情 你是不會留下一個證據說 他答應我怎麼樣 什麼事情 然後沒有幫我處理什麼事情 可是如果你是通過郵件的話 那個證據就會流存在那裡 方便你以後 萬一出現什麼事情的話 就是有一個存檔 也可以記錄下來 你去處理這個事情的一個過程 萬一你以後需要用到這一份資料的話 雖然可能它的效率沒有那麼高 但是我還是覺得它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習慣 以上就是我們全部的內容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在國外經歷了一些 你覺得和中國很不一樣的事情 你出了國才知道的那些事情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走一波 告訴我們今天這個視頻 真的是雖然它沒有很長 可是它真的花了我很多的時間 跑了很多地方拍下來的 可能是我拍攝用詞最長的一支視頻了 所以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的話 一定要記得幫我點贊評論轉發好不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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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